台灣人口老化快速 醫療成本跟需求大增 成為健保沉重的負擔 最晚在明年底 健保虧損就會突破771億元 安全準備金也將低於一個月 健保亮紅燈 衛福部將在11月討論調漲費率 長期就是末世說 他健保本身結構他的問題 那我們認為健保署 應該要加速檢討健保給付制度的問題 然後提出總體檢 包含像是過往有許多的 關於保費不公 然後或者是說 是不是應該要加速低效醫療 落實輕重症分流等等的這些制度 民間團體認為 今年經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衝擊 應該先從現有制度截流來做起 攤開過去幾年健保總額 從2018年的6853億元 2019年7153億元 預估今年將攀升到7526億元 財務缺口持續擴大 到了年底短缺將達到676億元 健保財務面臨艱距挑戰 已經來到轉捩點 健保實施25年來也曾有兩次調漲紀錄 第一次是在2002年 費率從4.25%調到4.55% 第二次則是2010年再調高到5.09% 當時的衛生署長楊智良也因此下台 台灣高齡化再加上少子化問題 調漲健保費重擔將落在年輕族群身上 用得少卻繳得多造成世代不公爭議 對企業的負擔也會大幅增加 健保費如何在開源和節流間取得平衡 對衛福部長陳時中而言 恐怕是未來最棘手的難題 懷孕新聞郭彥廷 張哲豪 台北報導